喜欢集市,可以讨老货,还可以结实有意思的朋友 虽然已经进入了12月份,但是京都的天气还是暖洋洋的 这样的日子逛集市特别享受 我在这里有点热热的朋友,小邓,我们今天一起逛 好的,你要买点什么,还是逛逛 都可以,我看了一下,这边东西挺有意思的 是不是挺好玩的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家里有时候也能用上,送朋友什么的挺好 这个是米桶,你知道吧 他们以前大概是朝和早期再往前,他们装米的 这网上没有盖子吗 对,我也不知道,可能应该有盖子 我们家有一个特别小的 我以前就在这边旅游,带过两个这么大的桶 特程,然后一路上都问我 这是军用的,军用的,蛋匣应该是 军用就是装子弹之类的 这个已经在国内卖的很贵了 是吗,这个东西很少见的 买回去不觉得有杀气吗 我觉得挺好玩的,酷 一般那个玩军品的,不是喜欢那种裤劲 是 这个皮好厚 我看这个,这个挺好玩的 这五斤件 这种扣现在有铜,铜的吗 铜的,应该是铜的 铜的,袖死了 这间东西挺好玩的 好多外国的东西,我老在这边买 这个应该是比较新的,但是还可以 这都是削铅笔的 这特别老式的削铅笔刀 铅笔刀 看着阵仗挺大的 其实削铅笔的 看着,下来没有接那个 对 你们觉得它这盒子很酷吗 对,我也挺喜欢那盒子 对,很酷 以前是放什么的 我看到 铅笔,铅笔是汽油 哦,汽油的 我放汽油的 漂亮的 也不贵吧,香了多少钱 有点贵 铅太大了 这挺好看的 笔盒 这个笔盒 对,木头做的 也特别多 日本这种,我们家淘了很多 这文艺挺有意思 这边你说要送人什么 也不贵 一个朋友刚从国内过来 一个月 以前是做古玩的是吧 对 我这主要是做书画 书画 看好了 那我可以请教你以后 对对对 我不太懂的 行,我们一块逛吧 对 都是朋友 那老师,瑞鱼角的老师 今天跟我一起逛 我们在瑞鱼角认识了 然后一块出来玩 今天天好 大家都出来玩了 现在是三个朋友 一会儿维卡和崔青还要来呢 这边就是书画的 这边就是你门 这是您的区别的 那是什么 那一块 你去睡觉 我去睡觉 我来睡觉 你去睡觉 大学那个这边 你去睡觉 一半年后 在睡觉 你看他画得多好看 是大学好 以前在国图教书法 这是几年前的了 我是吴晨 现在是平安古董集市现场 每周都会带大家一起逛逛集市 看看各种各样的古物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订阅频道 以免在人群中失散 如果想约在一起逛集市 可以私信我 这还不是放什么东西的 有可能酸奶 就咱们国内特样老北京 老北京 我是北京 太后你住哪 风雨瓜跟蒸的似的 你看他那个爪子在动 真好玩 上一次在北京满石工有青蝙 对 他那小戏木头做的 你看这个鱼也在动 行还是鱼也在动 可以插那个 这种东西吧 慎重你要自己买慎重 要不家里很快就买了 真的 这个特别好 1500 1500 到今天 1500 我先把微信给您加油 微信加油 失散了 今天刚认识 今天刚认识 所以呢 这个属于末会的 有点中国的那个东西 应该有末会山水会 对中国的 但是但是还是还是属于就是有中国味的 日本的东西 对这个是优下材 优下材 现在现在优下烧 写上这个 这是青花的 这是在山吗 松山 然后呢 在烧完以后 然后呢 把柚铺上去以后 然后再在上面 画上 墨的那种 这个 粉彩的东西 就是 然后在上面画 花绕 在低温又烧 这段是两次烧 对 酱油醋的那种 对 也挺好 做的挺那个手工感觉的 很有意思 对 这个多少钱 那鞋呢 那鞋 4500 好贵 挺贵的 不便宜 太便宜 太贵了 这个茶盆也好 对 他们好这个 是有点老气 七气 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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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那个大气就剥落了 你看这个还有黑色的 它底是白的 这个值得买吧 这个就是 对 小的 上面还应该有一个胳膊 但我觉得这样残缺更好玩 维纳斯是吗 对 对 造型很不错的 是吗 但是这个一般 像他们价格应该都不低吧 是 你拿 根腹 根腹 这也是黄洋木的 是吗 木头的 还有个镰刀 木牛 这个也挺好的 对包姜什么的都不错 你看 这个多好呀 这本书 这个挺有意思的 2019年开始的平安古董骑士 成为京都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二手古武士集 这个集市每个月我都不会错过 如果时间允许 建议您过来逛逛 每个月10号左右 今天集市太开心了 好几个朋友欢聚一趟 下半集更好玩 大家不要错过啊 好的 OK OK OK